大家好,我是莎拉阿伯 我們現在在往赤柯山的方向,要去看金針花 其實不到前幾天的時間,我們有去太馬里的金針山 然後那邊的路非常不好走 非常小條,然後回車也不好回 可是風景非常漂亮 我們去太馬里金針山的隔天,又跑去看六十淡山的金針花 不過六十淡那邊,就沒什麼金針花了 可能是被採收完了,還是沒有盛開 不過我們去到六十淡那邊,覺得風景真的很漂亮 尤其是往小瑞士的方向,斜坡上去 哇,好漂亮好漂亮 所以到六十淡那邊,我們倒沒有看到很多金針花 但是很意外收穫的是那邊的風景非常漂亮 說到金針花有三個地方都非常說明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說的太馬里 然後再來就是六十淡 再來就是今天的赤柯山 那我們現在正在往赤柯山的山上前進 赤柯山這邊我們是第一次來的 那聽說路況還OK 那以目前為止,我覺得路況來說 太馬里的是最小條 那我大協波一看 那六十淡那邊的路算好走 而且風景很漂亮 那當然赤柯山我們今天第一次來 看狀況來講應該是OK 在六十淡那邊的話 它上山跟下山的路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相對好開 而且比較安全 那剛剛說太馬里它是有快到快接近金針花山的地方 它是有分流 所以我覺得其實不管是太馬里的金針山還是六十淡 還是我們現在正在前往的赤柯山 我覺得除了金針花以外 它沿路的風景都很漂亮 當然目前赤柯山我們都在前進中 不過看車流量來講應該要去的人還蠻多的 目前為止這邊的赤柯山的路況真的比太馬里的金針山好開很多 主要是這邊路比較大條 然後路況跟六十淡山我覺得差不多 算好開 有有有 哇看到了 差不多快到了 阿姨我們到了 刺柯山的金針花 刺柯山的金針花 阿姨我們到了 刺柯山的金針花 三天一夜的金針花 不過我們剛剛車子停好之後一路走過來 因為急著要找廁所 所以一直走走走走走走 找到廁所 然後這邊是 離廁所最近的一區 其實很漂亮 所以剛剛 你現在看到這個山坡上的金針花以外 其實那個鞋坡下去 那邊下去 過去整片都是很漂亮 我們等一下再沿路走回去 而且我剛剛已經看到了 那邊的攤販有在賣炸金針花 喔很好吃耶 我們上次在太馬里有吃 非常好吃 我們現在來到兩邊都是金針花的 中間有個洋長小駅 我是金針花 我是金針花 我很脆弱 但是你很好吃 整片都是花海 對呀來這邊看花一定要愛護花膜 不要踩進去 剛剛就是有人踩進去在裡面拍照 結果人家那邊 應該是販賣部的人 就大聲喊笑 粉紅色的小姐不要踩到花谷裡面 我真的聽起來是大快人心 對嘛就是要這樣子 用廣播的方式人家覺得不好意思 腿部你給他招一下 腿部因為沒有到腿 他在講下頭的嗎 他在我心道怎麼好丟臉 因為剛才在他們旁邊那邊 還蠻誇張的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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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兩根金針香腸 今天有兩根金針香腸耶 還有炸金針 現在馬上點就有齁 看起來很像炸鷹魚 這裡好多蝴蝶 有看到嗎 好漂亮喔 哇 好漂亮 哇好多喔 以前啊我阿嬤在試的時候 只要看到蝴蝶都說 啊!不可以趴 阿公回來啦 還蠻好玩的 哇好舒服喔 這個時間來其實也不錯啦 剛好沒有那麼熱 四顆餐金針花季 這邊又是另外一個園區了 來看一下 炸金針花真的很好吃 我剛剛一直吃一直吃 而且不會很膩耶 而且不覺得嗎 炸金針花好像在炸鷹魚 好漂亮喔 你看好漂亮 好漂亮喔 吃完炸金針花 繼續吃 金針花香腸 它裡面有 就是香腸裡面有 就是 豪澤金針花 喔!看不下去耶 我剛剛在廣場 站在下面邊邊邊之後 我現在要給錢那麼多 這個是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看不下去很漂亮 好漂亮喔 這邊是汪家古厝 我們剛剛看的那邊是林家的 然後這邊是汪家 所以這邊應該是每個農家他們自己的一個農園 所種植的一個金針花 當然他們也有開放民眾來參觀 然後有賣一些他們的農產品 像金針乾的金針花 或是像我們剛剛吃的炸金針等等 其實這邊很漂亮 你看那個山坡 哇這區好漂亮喔 這區沒什麼人 騎一下慢慢散步很舒服 哇氣風很涼 現在時間下午4點整 那其實因為沒有陽光的話 感覺就沒有那麼熱了 看很漂亮 而且好多聰明叫聲喔 其實這一區 可能是車子會經過啦 不像剛剛聚集在那邊好多 車子好多人 然後這邊就是比較沿路 開往山下的方向 其實擺得很漂亮喔 沒什麼人很幽靜 看這一區幾乎沒有人喔 大家都是集中在剛剛那一區 比較聚集的地方喔 攤販也比較多 可能大家買東西上廁所也比較方便 之前有聽網友說齁 如果在太陽光如果照射下來 這一片金黃色的金針花 可以閃閃發光齁 哇 想起來就非常的熱 因為我們上次在太馬里的時候 還有在那個六十丹山那邊 是正中午 早上11點正中午的時候 非常熱 那這個時間其實4點多了齁 感覺就很舒服 而且風好涼喔 不過也差不多要下山了啦 不然等一下 天黑山路也不好走 好 車子就好來了 哇 我們沿路下來 這區也很漂亮 你看 滿山片泥 整個山坡 哇 真的漂亮 好 超快 真的 自己的肌肉 最高多少 都很很快 我們看到了 嘅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